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炫 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马骨走势 英国遭恐袭事件让亚洲股市涨跌互见 国内的投资形势也受影响 马股全天节节败退 全天跌了7.78点 以1767.17点币市 在汇率方面 马币受贿于油价走高 截至下午点 马币对美元一直升破了4.30水平 报4.29300级 马币的金源也起至3.0945令吉 紧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以及散户今天分别买进了714万令吉 以及3862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则竟卖出4576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NY的单元 首先让我们来看 丹斯里东尼费南达斯属下亚航X 截至今年3月31号为止的首季业绩报告 归功于机位供应增加 而推高了客流量 亚航X首季的营业额报11亿8千 零七十三万令吉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 手机的净利则受到油价走扬 外汇转移减少等拖累 而暴跌了百分之九十四 猛错至一千零三十四万令吉 前期是一亿七千九百四十九万令吉 展望未来 亚航X表示 以现有的远距期的订票趋势来看 未来的承载率 以及平均的机票价格 皆会好过去年 但无论如何 马币的持续疲弱 仍是该集团的一大隐忧 接着让我们来看 丹斯里里深境旗下IOI产业 截至今年3月31号为止的 第三季业绩报告 该公司在产业发展 产业投资 以及休闲酒店等三大业务表现强稳 而让第三季的营业额 按年增长了39% 报8亿九千五百八十二万令吉 而本季的净利则减半 降至一亿两千一百一十三万六千令吉 这是因为新加坡产业发展计划 做出一次性的额外印花税和利息 而造成了营运盈利减少 进而影响了净利的表现 但无论如何 该公司排除任何不可预见的因素 预期第四季的表现将会持续良好 最后让我们来看 马电逊截至今年3月31号为止的 首季业绩报告 该公司首季的营业额 在互联网以及其他营业的帮助下 增长了4%至29亿六千四百六十三万令吉 至于本届的净利方面 因为未兑现的外汇转益减少 而下跌了29% 报2亿三千零四十三万令吉 对于公司的未来 马电逊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员 拿督斯里沙查理南利就表示 他将会和新管理的团队 以新热情来传递领先数码 和汇聚冠军的商业计划 并且继续看好未来的业务前景 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